好书会使人的思想更有深度 更能够切入问题的核心 这些科学家都提到 宇宙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却是由单纯的言则所组成的 每个言则彼此都很和谐 背后必定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 而这个智慧的设计者 必定是上帝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张文亮 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 无机化学之父戴维的故事 故事的主题是 钓鱼杆 原子量 以暴风雪 戴维是19世纪初期 欧洲科学舞台上最闪亮的一颗星星 如果你打开化学课本的第一页 在颜值周期表上 有许多的元素都是带维发现的 例如 干 煤 纳 甲 佛 羊 棚 拱 棚 棚 铝 折 浩 乌 背 这些化学元素都是戴维发现的 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奠定于 日后的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 电化学的基础 同时 戴维非常喜欢钓鱼 他还写了一本 钓鱼以哲学的书 戴维的一生非常的精彩 他在各大学讲课的时候进到教室里面 他经常右手提着化学仪器的箱子 左手提着一根钓鱼竿 对他而言工作与游戏是分不开的 正如信仰与科学是分不开的一样 戴维在适世以前 他站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讲台上 他对着世界各地仰慕而来的年轻科学家 他双目炯炯的 缓缓的说道 智慧是什么 智慧不是根据你知道的多少的学问 而是根据你所相信的信仰 智慧不是根据你能不能做到什么来判断 而是回到最基本的 你的人生到底是要什么来做判断 Henphrey David 韩福来 戴维 1778年12月17号 正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 里面的一个地方叫做彭兰西 戴维的父亲 名叫罗伯特 戴维 他是在地的伯爵 他的家世非常的富有 在人看起来 罗伯特是一个浪荡的人 他经常带着孩子在森林里散步 在野西边钓鱼 又一生都不务正业 一下子去学钓科 想做艺术家 结果刻出一些没有人要买的杰作 一下子他又想去开农场 去种一些没有人种过的奇花异草 结果什么都没有长出来 一下子他又想去开个矿场 听说可以挖到宝石 结果他把所有的家产都赔上了 换来了一些没有用的石头 待会从小就跟他的父亲一样保里保去 上课的时间老师喜欢幻想 他读不下书 学校里的成绩差得不得了 一下课他就往西里跑 跑去钓鱼 生气的老师有几次用藤条鞭打这个问题的学生 想治好他那种从来不专心读书的毛病 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学生一回家 他那个问题老爸又带他去钓鱼 走林右舍的亲朋好友摇头叹息 同行带回的母亲叫做米勒特 这么漂亮的贵族女儿 嫁了一个不成器的丈夫 生了一个没出息的大儿子 结果自己另外带了四个孩子 在菜市场卖起泥状 维持嫁绩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成为局势文明公认的科学天才 被称之为科学界的第一美男子 带回在16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罗伯特生病而死亡 父亲死前告诉他的儿子 你回去好好的照顾你的妈妈 还有四个弟弟妹妹 还有你要好好的读一点书 不过读事之外 请你不要忘了 你要去钓鱼 父亲过世的打击 使得戴伟开始发愤毒强 由于家庭被他父亲弄得很贫穷 他到镇上 药剂师普雷斯的铺子 当做血涂 这时候 他开始接触到化学 他到镇上的读书馆 把有关于化学 以大自然科学的书 一叠一叠的搬回来读 父亲的死也使他开始思索 生命的意义 以人生的价值 这个时候镇上来了一个年轻人 名字叫做 格列格里瓦特 格里格里瓦特 租屋 住在戴伟的家里面 瓦特的父亲 非常的有名 瓦特的父亲就是 花明蒸汽期的杰出工程师 James瓦特 瓦特刚刚从苏格兰的 大学毕业 在化学与文学上 他有非常好的造诣 博写多文 尤其喜欢做研究 很可惜 他已经染了重病 所以只好到戴伟住的小镇 来养病 两个年轻人都喜欢念书 很快的成为莫尼之交 这时候 瓦特就把他所有的好书 借给戴伟看 并且把研究 学问跟读书的方法 请让授与戴伟 待会儿在那里 读了许多著名的书 尤其是基督徒的科学家 科普勒 普伊尔 以牛顿的作品 好书 会使人的思想更有深度 更能够切入问题的核心 这些科学家都提到 宇宙看起来 好像很複杂 却是由单纯的原则所组成的 每个原则彼此都很和谐 背后必定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 而这个智慧的设计者 必定是上帝 多年来 知识这些大师在科学上 努力的动力 就是他们对上帝的感恩 戴维这时候开始读圣经 有一天 他独自带着圣经到海边去读 回来之后 他告诉瓦特 他相信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愿意成为基督徒 多年以后 有学生来问戴维 相信圣经 是不是太主观了 缺乏科学判断的精神 戴维回答说 如果你首先没有准确的主观 尤其是圣经的主观 请问你以后 如何能够保持判断准确的客观呢 也有学生问戴维说 怎么会有上帝呢 我看不到上帝啊 戴维回答说 那你能看到思想吗 你不能吧 但是看不到的思想 其实影响着 我们所看到的每件事情 四年之后 戴维的好朋友 Gregory Watt 生病而过世 很少人知道 蒸汽机的化名者 James Watt 有这么杰出的儿子 这个儿子像是天空 一瞬即逝的明亮流星 停留在天空的时间 虽然短暂 却在戴维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几年之后 这个烈火会照亮 普世许多年轻人的心田 1798年 牛津大学成立了气体实验室 戴维在有人的推荐之下 前往担任市长 在工作上 他已努力弥补他过去经验的不足 工作所算的薪水 他来帮助他的弟弟跟妹妹 以改善家里的环境 当时欧洲有一些可怕的死亡境地 住在旁边的人 午夜会莫名其妙的死亡 而且死的时候 嘴上还露出笑容 这个现象令科学家以侦探百思不解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米奇尔 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中了氧化亚旦 N2O气体的毒害 戴维 他秉持不同的看法 他曾经到死亡的坟场 在恐怖的午夜 收集坟场的气体 加以实验的分析 他发现造成死亡的原因 是别的气体 例如一氧化碳 例如甲烷 而不是氧化亚旦 他在实验室 燃烧硝酸亚 来制造纯的氧化亚旦为吸体 有一次他自己吸入以后 他的脉搏加快 他被麻醉到 他面露笑容 他称这个气体 叫做笑气 他终于解开 这些人死前会有微笑的谜团 原来在气体里面 致命的气体是氧化碳跟脚丸 但是里面还有微量的笑气 消息直到今天 容然是氧化亚旦的署名 在致死的早期当中 经常混合在 一氧化氮跟甲烷里面 因此人吸入之后 在致死的同时 会面带微笑 1801年 戴威身任为英国皇家协验的化学教授 他开始研究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 严肃 1807年 他向英国协验来报告 将草灰碱放在白金的池中 用高温溶解之后 再用导线与电池相连 立刻会引起强烈的缓印 阳激方面 在草灰碱的表面会冒出气泡 在阴极方面 会留下小株树立 灌灰灿烂 这种人类从未见过的金属 戴威给它取一个名字 叫做甲 Potacean 因为是用草灰碱 Potace 体验出来的 所以就称之为 Potacean 就是我们的甲 这是人类历史上 化时代的一刻 新的金属与岩属的化现 戴威的实验 也证明了大尔顿 岩脂论的正确 各地的荣誉 蒋壮 勋章 向血滑回来 戴威 荣然努力地 实验这种新岩素的岩脂量 并且在实验中 发现了更多的新岩素 当时英国的矿坑 经常产生灾变 使得许多的矿工 灾变的产生 是矿坑里的甲烷 太多的时候 就以矿坑里的照明灯 产生缓印 产生气爆 炸崩了坑道 当时的矿工 来找戴威 请他帮忙 戴威就开始研究 如何使得照明灯 能够照亮周围 却不会受到 污浊空气的影响而爆炸 戴威仔细的实验 发现脚丸的燃烧 需要比较高的温度 因此他在灯里 加了一条细长的金属管 当甲烷进入灯内 要产生爆炸的时候 金属管就迅速的 把这些热量可以倒走 温度一下降 火焰就立刻熄灭 矿工一看到 安全指示灯熄灭 就知道甲烷来了 立刻撤出坑道 这个应用 科学的原理的花明 救了许多矿工的生命 戴威的杰出研究成果 使得王公贵族 大企业家 政治人物 昏昏的相与他结交 曾经的少女更是追求他 当时他已经到33岁 还没有结婚 每次上课的时候 伦敦各地 贵族的少女 蜂拥而至 再加上戴威 风度 口才 长相一流 堪称为当时 第一个自首可热的单身汉 1812年 戴威取得妙龄 美丽又富有的艾普斯 财子家人 郎财礼貌 加上对方是前世贵族的身份 使得戴威直上社会的上流 因果前世的中心 但 这是他一生最错误的选择 给他带来非常痛苦 而且又漫长的人生 婚后戴威才知道 艾普斯娇生惯养 喜怒无常 出生于贫穷家庭 土里土气的戴威 经常被他笑 被他责骂 戴威为了要前九七子 有好几年 他不去实验室 看他的实验 只注意跟大人物吃饭的时候 他的汤匙 有没有摆对位置 戴威同时担任 许多行政首长的工作 率真努力的他 善于独自作业 却不善于在行政上的圆滑 他在社交圈里 东施孝平 更成为贵族们的酒后小坛 120年 戴威以他的弟弟 约翰站立社交圈 前往华国旅游 经过阿尔比斯坦 风险交加 马车陷入雪坑 不能够动弹 所有的水宠都离开了 各自逃命 戴威与他的弟弟约翰 下车 牵着马 慢慢的前进 前面的大路 都被鸡血所毙 背后的英国的权势已环华 跟眼前的库劲 毫无帮助 这时看到前面 不言 有一个空无一人的小教堂 戴威与他的弟弟 勉强的爬到那里 在教堂里跪下来 他彻夜的祷告 隔天的风血 竟然都停了 兄弟两个人 才脱离险境 回到英国以后 戴威完全拒绝一切的 舞会社交 重回实验室 以邪校 1828年 戴威发表 电漫的生物电器报告 他自知 他的生命 已经不久 就叫他的学生 来到身边 足复 某些的研究 应该如何的实验 1829年的 5月29日 戴威 以示 唱词 事前 他在他的实验手册上写到 信仰 是我的 最后的安慰 戴威死了之后 他的学生 瓦拉蒂 继续 他的电话学 将电话学 花样 广大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戴威 晚年 他受到 他一生最大的花仙 不是花仙的这些花仙元素 而是花仙的火辣地 戴威 经过的人生 最具有权势的繁华 只是因为 爬不过一座山 在冬天的时候 在阿尔比斯山 陷在冰雪之中 在生命摧尾的时候 所有的陪伴都跑掉了 他跟他的弟弟 到教堂去祷告 隔天 风 血 前庭 他才能够安全离开 从此 他要回到实验室 继续他的研究 我真的 从这位杰出科学家的一生 真的学习到 什么叫做 千倍 在苦难面前的千倍 戴威非常地有名 我们有十几种的化学元素 都是他发现的 包括我们今天 所做的化学 定量的分析 我们的烧碑 我们的三角瓶 我们的地定管 都是起初 戴威在做实验 设计出来的 后来 我们为了感谢他 和能够称他为 定量 温馨化学之物 主啊 其实他最重要的化线 是化线的上帝 尤其在困难的时候 他愿意回转到 上帝的面前 能够在风险中 跪在上帝面前 祷告 这样的危险 成为他一生的转机 主耶稣 我自己 也处于生命的危险当中 我也处于 环境的困难当中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做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要怎样的行 才能够合乎 上帝的旨意 才能够合乎 正确的谎话 但是 当我在分享 戴威的故事 我愿意再一次地 回到主的面前 主啊 我是知道他有限 我的学士他有限 我的经验他有限 而如今 当我的体力 渐渐不足的时候 我能够平稳的时间 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大部分的时间 是受着情绪 波动的影响 而我能够 有一点点的时间 能够安静下来 回到主面前祷告 求主 怜悯 求主 带领 也许我没有 二必三的风险 但是我有人生 祈福 人生 颠簸 人生 男性的日子 这一切都在你的面前 你是我的天父 你说 小群啊 你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 我的天父 愿意把 他的国度 赐给我们 孩子愿意一生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戴威 再一次的提醒孩子 再一次的提醒我这个 分享他故事的人 回到主人面前 他在风仪中 跪在主面前 成为他一生的转机 我也愿意 在我困难的时候 回到主人面前 求主 继续带领 有多少的孩子 有多少的 学生 读过戴威的 化学的各样的元素 他的化现 很少知道 这样的一个 杰出的科学家 背后 是一个 相信上帝 并且曾经 走迷 再走回到 上帝面前的人 为此 先生感谢 在多少的 物理 化学 生物 数学 各样学科的背后 放着非常多的 科学家 信主的故事 求主 继续带领 我知道 我穷其一生的努力 也没办法写完 我也知道 我穷其 在往下 努力的书写 我也不能够写得彻底 愿意 在有限的文字 有限的表达里面 让我的听众 让我的朋友 能够听到 一个人 回转到上帝的面前 都会成为 危机 而变成 转机的契机 我谢谢主 我要仰望主 我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祷告祈求 我祷告祈求 我祷告祈求